各位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圣经教导》系列 我们要继续地分享《灭亡纪上》第41讲 以利亚接受寡妇的供应 我们在上一讲谈到神供应以利亚在基利西旁 那么下面有两个神迹 以利亚她到了西顿的撒勒法 一个外邦女子寡妇的供应 那么这个寡妇她要先给先知吃饼以后 这个神迹就出现了 那么这是神在应允祷告之前 对人的一个试验 那么第二个神迹是寡妇的孩子死了 先知也让寡妇的孩子死里复活了 那么这一种供应 我们可以看为实现神对以利亚的一个应许 就好像神拆派乌鸦 早晚都刁饼刁肉来供应以利亚的需要 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那一位寡妇跟这个以利亚交谈的时候 她就发现这一个人是不平凡的人 非比寻常的人她是一位神人 而且这一位寡妇她也愿意来学习 分享也就是说先让先知来吃饼 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因着先知告诉她 你先为我预备饼 她顺服了 所以神迹就这样的发生了 那么让我们读 《猎王记》上17章8到11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 那么撒勒法与路加福音四章26节相同的 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礼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 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财 以利亚呼叫她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她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那么撒勒法是在西顿以南13公里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是位于亚哈的岳父 势力范围的菲尼基的境内 撒勒法的意思是荣卢 那撒勒法位于迦南地界之外 背面是黑门山白雪覆盖的封顶 面临的是地中海碧南的水面 那么她第二次奉令要往东北去 到我们现在称为黎巴嫩海岸 推楼于西顿之间的一个港口 她在那里住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那里就有一个寡妇来供养她了 撒勒法跟迦南一样 也是遭遇到干旱了 因为她三年半都没有下雨 那么她必须要跋涉一百多里路 并且她要到这个西顿王国的土地 当然在她的内心她是不愿意的 为什么 因为去到敌国 去到耶喜别 就是从这个地区带了一批拜巴黎的假先知 来到以色列的 她当然不愿意去的 可是以利亚她却顺服神的带领 她没有提出质疑或者与神辩论 她完全只有服从神的命令 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服从神命令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来服侍神 神也才能够来使用她的 那么在路加第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 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 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其实神是很幽默的神 以色列地已经够多的寡妇了 可是神没有拆派以利亚去他们当中 却派她到敌人大本营找外邦的女子 一个寡妇那儿寻求她的供养 那么以利亚去到这个敌人的境地 显示说神借着这个干旱 以及巴黎的无能 在巴黎受敬拜的地方 彰显神的全能 她去到那个西顿撒勒法那个地方 神的全能一样在那儿 以利亚的经历显示出来说 一个先知在她自己的国家以外 是受到接纳的 也就是说那一个寡妇 特别的接纳她到她的家了 那么以利亚就要求这一位 看起来很穷的寡妇告诉她 你去捡木材 那么请你先为我预备水 然后她又跟她要求供应她饼 那么为什么她会提出来这一个要求呢 因为神有感动她 以利亚这一位大先知 神已经指定一位寡妇来供养她 任何一位有尊严的男人 怎么会接受这种安排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不愿意啊 为什么 因为叫我去让一个寡妇 这个寡妇都快死了 看起来比我还要穷 让一个寡妇来供养我 怎么会对呢 撒勒法是一个训练的荣卢 为了要炼尽她的骄傲 刚毕 自私等等的这些杂质 可能神就是知道 以利亚的内心早已潜伏这样的一个心态 神要用她呢 就必须要先来对付她 原来这是神在训练以利亚 让她更多的谦卑 以便于将来当她去面对耶喜别王后的时候 她能够知道如何来应对的 那么我们继续来读 《猎王纪上》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 她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坛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喂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 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贫你的油必不短缺 直到耶和华十余降在地上的日子 那么当以利亚来到撒勒法 又遇见神所为她预备了 这个寡妇的时候 她一定会非常的失望 因为这一位寡妇的情况 没有比她好到哪里 那么她的家 家里面呢 坛内只剩下一把面 而瓶里只有一点点的油 她是出来 她离开了家 到外面要找一些木材 回家起火做饼 吃完了以后 要预备死了 神却使用这样的一个寡妇 来供养以利亚 还好 她已经知道神的作为 以利亚毫无怀疑地 接受一位外邦寡妇来接待她 因此神就祝福了以利亚 以及寡妇的一家人了 那么她的要求是什么 是拿一点饼来 当她得到的回应是什么 她说我没有现成的饼 因为她需要去找木材来做这个饼 现在她没有做好的饼 所以呢 同时她所有的 只是一把面而已 那么装在一个桃子的一个坛内 还有一点点油 装在一个轻便于 膝带的一个小瓶子里面而已啊 那么但是呢 神却让这一个以利亚告诉寡妇 而寡妇却愿意顺从 那么我们来读 猎王纪上十七章十五十六节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短缺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先知以利亚却对这个寡妇说 你不要惧怕 你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来给我吃 然后呢 为你跟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他这样的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短缺 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也就是说对这个寡妇来说 她必须要先拿出来 然后神就会养活这一个妇人的 以及她的家人 只要靠着对耶和华单纯的信赖 而不是靠着人的理性 才能够真正的对先知的话 建立信心 并且遵行 很多的时候信心是在惧怕当中产生的 而且信心可以盖过胜过惧怕的 以利亚既然知道了神的计划 她就鼓励这个寡妇 神一定会眷顾他们到底 神让以利亚在基利西的这个经验 现在她更谦卑的顺服神的带领 果然呢 神自己的应许 神她就成就了 那个坛内的面果然没有减少 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 就好像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那么各位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 在你的生活当中 神有为你预备吗 在你的家 你的面油都不短缺吗 我们要学习单纯的 像这个寡妇以及以利亚一样 单纯的信心来信靠神 神一定会供应到底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我们再继续的谈好 我们再继续的谈好 感谢您的关系 我们再继续的谈好 这个我 ن节目的 感谢观看